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次的大藏经的修法 刚好台湾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都不能像过去那样子来举行 但是法的意义是非常的殊胜的 而且法的机缘也是不可思议的 也因为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在圣地请法 也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殊胜 而且也非常的顺利 其中一座寺庙 就是在西藏的达隆寺 这一座达隆寺 它就是嘎举派的寺庙 也可以说是达隆嘎举的主寺 这一座寺庙建立在1180年 可以说是千年古世 在这个寺庙里面 它有很多的圣迹 很多的遗物 尤其是这里面有一个 中敦巴的大师的像 他现在到现在 他的头上的头发 还不断的在成长 就是一直在长头发 你看这是不是很神奇呢 这一次我们在达隆寺 请到的尊贵的句德上师 就是土登相巴仁波妾 这一位仁波妾 是目前整个达隆寺 仅存的两位活佛之一 而且他精通的是大手印 还有纳洛六法 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位 显密圆容的修行者 也是不可多得的巨德上师 除了西藏的达隆寺 我们并且在布丹也请法 而且我们所请的这一个寺庙 真是殊胜不可思议 因为我也去过 它是在布丹的中部的一个 非常传统 而且没有人不知道的一个藏传 佛教的寺庙 最主要它建立在什么时候呢 它建立在八世纪的时候 原先盖这一座寺庙的人 他是一位国王 他本来得了一个 非常难治的疾病 非常沮丧 求助无门 在这个时候呢 他虔诚的皈依了莲花生大事 并且莲花生大事把他救治了 他为了要感谢莲花生大事的救命之恩 就帮他建了这一座寺庙 所以这一座寺庙里面 就是供奉释迦摩尼佛 和莲花生大事 因为藏传佛教认为 莲花生大事就是 释迦摩尼佛成愿再来的第二国 所以这一座寺庙呢 我去拜访的时候呢 它的主室就是 它那个西元八世纪的那个盖的呢 有一个很特殊 值得大家去朝圣的地方 就是因为呢 莲花生大事亲自在这里 闭关休息过 我有进去他闭关的地方 并且呢 他因为长期在那里闭关 在一个岩石上面 有留下他背脊的印记 所以这也是古节寺名字的由来 这个古 我们常常听到 祖古祖古 古呢 就是身体的意思 那这个节呢 就是印记的意思 所以他古节寺的全名呢 是连诗生印诗 有没有觉得特别的有缘 而且也这么的殊胜呢 在古节寺呢 我们请到的尊贵的句德上师呢 是贝马帝美仁波切 那他呢 曾经是不丹国王的母亲 就是皇太后的御用国师 而他也是连国亲泽法王的 清传弟子之一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殊胜呢 我们能够请到这么具德的上师呢 可以说我们所有参加 大上经法会的功德主们 我们共同的机缘 共同的福报 感谢观看